罵了一直罵你 然后一直罵你 无理的罵你 这样就好了 你要练习 你不用说 对啊不要骂人 等一下骂了可大声 跟开车一样 开车开快的人 要开慢 要他命 但是你要练习 动作慢了要变快 动作快了要变慢 你除了观修 因为观修是不用花什么的 然后实际行为再去做 你不去做 像你这辈子都没有插过花 那你怎么做 所以我师父有一天 叫我人家和我插 海盗法师 什么事 把那个花全部拔掉 干嘛 再给它插上去 等一下我要照相 明天来那个局势 不把我骂死 我给它插回去 我在那边研究老半天 就像玩那个白夜组合一样 你看我师父过聪明 后来我就会看花 怎么美 这个是什么日式 什么流 反正这是什么流 那你要去练习 一直练习 所以经典是让我们 直观的专心读 叫直 然后背下来 然后去用 去用 叫送 所以而进入 进入 所以由文字般若 而变成一个 观照般若 所以把文字变成你的心态 叫观照 而实相般若 代表你正入 那个经典里面的三昧或空性 变成你的实相 这个经典的文字 变成你的 文字变成你的心 我慈悲 我慈悲变成你的 所以就像各位在念阿弥陀佛也是一种观修法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汉传佛教不喜欢念太快 因为他要能观想阿弥陀佛 带着众生走入净土 放下一切 走入净土 成佛之道 那就要一直练习 那所以现在各位 我们大家画个十分钟 好不好 然后一条观修一分钟 你怎么去救护生命 你怎么去不杀生 你怎么去给私之财 怎么样去不偷盗 劝人家不偷盗 因为我们 像我小时候有偷过人家东西 不是为我自己 是我二哥要我去偷的 但是抓到还是骂我 结果一定会被抓到 这个有借体的人 你做一次就会被抓到 所以然后你就有机会被骂 所以各位阿 给私之财 我的房子 我的米 我的衣服 我的最好的 资 资就是你现在用的东西 房子车子 财就是金钱 这是我经常给一直给 而且我再怎么穷 我也不会偷盗 别人的金钱 那你要观修 所以各位要学习观修 观修以后 怎么去跟人家讲 这个讲也是个观修 怎么去跟人家讲 然后到时候你去讲的时候 又增加你的便才 你会讲得更好 因为在一个利他的加持之下 然后佛力又加了 只要你有悲心 佛力就会加持你这个行为 你这个行为就会得到加持 声音会好一点 差的话会美一点 你会发觉在利他的过程 后来就全部结合起来一起做 你每一个动作都叫三昧 就是每一个动作 你都在那个状态 那各位要经常念 文字般若 当然你知道了 那你要开始做这种 观想般若 就算观修般若都可以 你要这样去思维 跟你的心行为 实相般若 你在实践 你在实践 你的生命跟它合为一体 也就是你的身口 也跟它合为一体 然后各位经常把这个十三页背下来 我们从头到尾念一遍好不好 念七个字 我们就叫各位 救护生命不杀神 第三个秀念的是 常学犯恨恨不邪恨不邪恨 不用念得太快 因为我们要实践的 一起念 来 救护生命不杀神 给师知才不偷盗 常学犯恨不邪恨 说诚实言不妄言 和和彼此不两舌 善言安慰不恶恨 做利益与不齐语 常怀舍心不谦贪 恒生慈敏不称慧 正信因果不邪恋 哪一天你女儿要结婚呢 问你的意见是什么 爸爸你认为要嫁什么人 就把这诗条给她看就好了 找这种人 自己做到这个 你首先做到这个 你就会感召好的姻缘来 这很简单 这没什么好算 然后呢 对方呢 你好好跟他培养 他达到这样子了 那你嫁给他没问题 对不对 你娶一个太太这样 也没问题 然后家庭和和 因为大家在身口意 都是这样子的 约束还想帮助对方 那这是一个 待人处事 也是个菩萨的基本 那希望各位多多的 把它背下来 真实变成这样 那这样去观修了 你就多了一个心灵实践的功德 然后再发愿 我们这个实修的功德 就成为一个 将来成佛 乃至往生净土的 静音 然后在行为上 各位这几天 就多多的这样做 练习练习 七天七天 久了以后 你就变成一辈子改变 你改变了 你家里人就会改变 你生生世世的 基因就会改变 因为你的业改变了 那当然有些部分比较严重了 多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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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 发愿 大家要真心的 把这个 十善业的功德 来发愿 那当然这是最标准的愿 如观无量佛 受佛经说 修十善业 为三世诸佛 清静 一也的正音 我今以此受持十善皆空的 当来之事 永远不堕落三二道 乃至出生在 没有佛法 叫八难边地 而且自己生生世世 身口亦三叶清静 所作一切功德庄严 然后尽行圆满 这些菩萨行 然后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看到阿弥陀佛 然后能够礼拜 奉事 所有诸佛菩萨 每一个佛都亲自给你授祭 那你将来 回到这个娑婆 分身 分好几个 在不一样的红尘里面 度脱各种轮回众生 普度众生 就近成佛 这个就是一个 汉传佛教 乃至是大乘佛教的 一种基本的愿力 菩萨界的一样的意思 好 我们要回向之前 那么 因为明天受菩萨界 遗轨可能蛮长的 而且 最好能够详细再解释 当然如果 解释的不圆满 后面还 三天吧 还有很多 这次要发给各位的 一些书籍 就是有关于 受界功德 菩萨界功德 也蛮多的 那各位最好能够 真实把它看完 研究完 因为我们就有一个 实践的道路 怎么样 圆满 菩提心 菩萨道 那这六种菩萨蜜 十种菩萨蜜 那这发菩提心 是怎么发 色律一界 包含什么心 色善法界 劳逸有情界 那因为 就算八天时间 也不够讲这些 但是至少 现在的书 白话 简单 那这经典的根据 都写得 非常非常的好 那你就 一定要用心 把它看完 那这一次 来不及应 就是要给 各位看完的 优婆色戒精 那么 总共二十八品 那特别是 对在家人 怎么样 日常生活 符合菩萨道的 方法 太重要了 这里面 当然又特别解释了 三规 五戒 十善业 各个波罗蜜 怎么去 修行的方法 那是如何 作为一个真菩萨 让你去分辨自己 到底是真菩萨 还是假菩萨 而且如何累积资粮 等等 那当然 讲到菩萨界的经典 特别特别多 几乎所有大乘经典 都是为了圆满 菩萨道的 那当然叫 最大的菩萨界界本 可能就是 大方广佛华严经 然后 菩萨的五十二个阶位 每一个阶位 细节怎么样发心 怎么样去做 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那各位 如果你要受菩萨界 你必须要看 那因为你不看呢 就认为说 反正我在做菩萨 那你没有一个 正确的思想根据 因为佛教里面 是教义证 那这个教法 你如何去实证 你如何去做 而不是按照自己的观念 去行菩萨道 自己的观念 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 住念是好事 那我发觉 台湾住念有个习惯 要收油费 跟住人家 我们不跟你收钱 那我们从这边 开车到那边 然后油脂是 来回多少 你们要出好钱 那这个家属就觉得 也不知道 就有点怪怪的 我就跟这些菩萨说 你干嘛这么做 你要住就 大家一起出油脂也可以 也没多少钱 要住就住到底 只有住念不住钱 那这个就 让家属觉得有压力 甚至有些人规定 到那边去 连水都不能喝 要犯戒 那家属人家客气 要给你水都不行 然后这些都是 人为的规定 没有佛教的善巧方便 等等因为他 不了解经典 那再来送菩萨戒 标准就是要烫戒巴 这个烫戒巴 也代表一种菩萨的现身 我们把我们的身体 要奉献给三宝 我们要把我们的身体 奉献给众生 所以要烫在 让你痛 要痛 那出家人 是烫在头顶 那在家人 是烫在手上 烫在手上 那标准是烫三颗 三颗 不过我想一想 我看还是烫一颗好了 免得各位太痛 有些只想痛 师父 没问题 我九颗 这种已经麻烦了 这个保证不是菩萨 他只是成勇 人家三 你为什么要九呢 就有这个意思 当然如果都有表反 因为我妈妈得爱症 我替他三颗 我希望我将来出家 我又三颗 那有道理 就是你有一个表法 但是我 前一阵子 我们不知道在英国吧 烫了三颗 好几个去医院割肉了 因为可能有一点问题 是烫得太近 还是怎么样 每天人家 师父那怎么会这样 怎么这样 所以 现在这种烫结巴 只有在我们台海 大陆已经都取消了 他们 这个业太重的人 不能烫结巴 这个业很重的人 这个深业太重的人 你一烫 那那个烂了烂了不好 发炎 产生皮肤病 割肉 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所以 各位一定要忏悔 忏悔 那有人我说 可不可以不烫 不烫就不像菩萨 怕痛 你怕痛 你还做什么菩萨 我已经说一点了 而且他们会 跟各位放放西瓜皮 剪低痛苦 消炎 听说烫结巴最好 等一下跟你喝一个西瓜汁 就不会发炎 然后如果你喜欢戒巴大一点 你等一下就多去吃那个香菇啊 竹笋啊 戒巴就会烂多一点 所以然后你就会够大颗 够大颗 有些人喜欢上笑上笑 很大颗 所以我帮一个法师烫了108颗 吓死我了 右手烫108 我看他闭关出来也没用 个性也没改变 第二次又叫我去帮他烫 我说我不用烫了 烫你也没用 要烫你的心才有用 有些人肉体的承受痛苦的力量 就是很大 但是他心理承受压力 一点都没有 那就不符合 这个菩萨记 他这个烫在身体 痛在心里 对吧 这是一个决心 决心 所以 如果他们等一下准备 但是如果有些人 你明天 你今天等一下五点就要赶出去了 你没有住在这边 那明天中午再找时间补烫也可以 好不好 以一点为主 然后我希望传三次菩萨件 你来三次好了 你才有三点 因为要一次就做菩萨 我看很困难 所以 当然一点大家就比较不会痛 好 好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 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 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生命电视台